湖南蜜罗是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晚年居住写作和沉江训国之地 在这里屈原创作了天问、离骚、九哥等传世经典 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12月11日至14日 2020中国蜜罗江国际诗歌艺术周再次举行 数百位中外诗人、作家、高校文学院长以诗会友 齐聚一堂促进诗歌国际交流 旅居杭州的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唐希兰 2013年来到中国留学后 便一直主攻汉语言文学专业 因此有机会学习到中国古诗词和现当代文学 在他看来 源于两国悠久的友谊 许多俄罗斯诗人在中国非常有名 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俄罗斯20世纪文学 也有不少共通之处 很好体现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成果 其实我发现慢慢开始接触中文 了解中国文化 对我来说带来了很多创作的灵感 然后我从应该是最最单纯的爱好开始 然后到以练习汉语为目的的协作 再到由中纪书发刺激能性的情感 所以我这样就是用中文学会了 把我自己的心爱 就是对中国的心爱化作一行行诗句 唐希兰说 外国人学习古诗词最大的难度 在于理解古代汉语的含义 因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结构完全不一样 出到中国 老师要同学们用古体诗的评测音去尝试写诗 他作为班里唯一的外国学生吃了不少苦头 我对古代汉语也没有特别深厚的理解 只能用现代的一些方面 就是现代汉语去写 但是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诗它不能够完整 就是在中国古体诗方面的这种协作方式 最好是去了解古代的这种押韵节奏等等 后来在学习屈原的九歌时 唐希兰发现 先去了解屈原的个人故事和每一诗篇的创作背景 能够帮助他很好地理解诗句的含义 他也因此知道了 在外国人中最受欢迎的中国节日之一 端午节的来历 唐希兰说 端午节不仅是家人团圆的日子 还有一层纪念意义在里面 屈原是世界文化名人 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他的文学造诣和爱国情怀 值得当代人推崇 同时端午节也可以成为 源在他乡的外国人 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日子 我了解到关于屈原的故事之后 其实我发现 他也可以成为我们外国人的一个 这样的崇拜的偶像 正是个常事的 我 advertisement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